18分钟六犯罚下 杜峰头号爱将彻底报废 还耽误了两大天才 张震霖偷着乐 CBA第三阶段监督战广东南兰 直接在主场驾驶险胜被控队 虽然赢球 但是本场比赛有一位球员的表现 却让人感觉到非常的尴尬和无奈 此人是谁 正是杜峰的头号爱将张浩佳 这张浩佳的表现是真的不行 18分钟上场时间 五分六个犯规 犯规比得分还多 平均每拿一分要犯规1.24 上来之后就全是在犯错了 他的这样的一个法会 也是让很多人质疑和炮轰 杜峰不应该再继续器中他了 本场广东打得最差的两个人 一个是张文艺 一个是张浩佳 这两个是毫无悬念的最糟糕的球员 也是很多人在质疑说 杜峰绝对不能再倚仗的球员 因为他们两个人确实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张文艺是没有防守被移不过 张浩佳是可能防守想努力 但是没有这个能力 进攻端也是完全把握不住任何的机会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的存在挤占了广东队两大天才 彭世俊和黄明一的上场事件 那黄明一再差能比他差吗 结果一秒上不了 为什么上不了呢 杜峰喜欢用张浩佳呀 可以说广东队内绝对会有很多人 都比他要更强 但是现在呢 在杜峰手下 杜峰就是器重这个年轻人 就给他机会 不让其他人上了 包括什么赵锦阳 张浩 黄明一 全都上不了 三大天才的上场机会 不如张浩佳一个人 可是打出来的表现 却是一无是处 完完全全的辜负了杜峰的新人 辜负了朱方宇的新人 说实在话 广东现在为什么打不过瘤篮 本赛季被赢了三次 就是封线对不上 然后杜峰你还要再培养 已经被证明不行的张浩佳 这是一招最大的错棋和败笔 如果继续这么下去 那张震林真要偷着乐了 那下次再打广东 你就看张浩佳 打个北控队的风险 北控哪有什么风险啊 北控就是内线厉害点 然后后卫线比较厉害 就打这种风险 你能六个犯规啊 那你想象一下 你打辽宁南兰 你说你防得住谁呢 到时候你不就白白的 让辽宁队赢球吗 白白的让他们横扫广东吗